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你讲故事是很精彩的 然后我们今天又有故事听了 就是今天开始要来讲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这个话题应该也是绕不过去的 而且他刚刚在过去的周日 就是5月14号的时候刚刚举行了大选 要选出新的总统 还有600名的大国民议会议员 每一届的任期是5年 这个跟我们新加坡有点像 都是5年来选举一次的 对 然后在俄乌战争 还有那种极左把控的那种传统的 什么自由世界那种大背景下面 到了现在这一次的选举就特别引人注目 要不然以前土耳其选举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去报的 但是这次就听到蛮多这方面的报告 而且好像这一次现在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这个话题绕不开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下土耳其 对啊 你看上次大选的时候呢 是2018年5年一次嘛 那个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他当然是连任了 他当时的优势还挺大 他的得票率是52.58% 他的对手只有30.64% 所以他优势很大连任 但是今年的话呢 埃尔多安的得票率到目前为止 他除了少数海外的票没记以外 基本已经都统计完了 埃尔多安的得票率差一点 只有49.51% 对手的44.88% 都没过半数 哦 OK 那据说就是按照土耳其的法律 如果没有人超过半数就要补选 所以这个得票最多的前两位候选人呢 就会在5月28号举行补选 所以这个鹿死随手到时才会知道啊 所以我们也刚刚好 我们就可以分成两集 一开始第一集呢 就从历史地缘政治 宗教信仰这些角度 比较深入的谈一下土耳其 那么也就可以更清楚明白大选背后的意义 其实我对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在2019年就是刚刚那个疫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 之前我就去了土耳其旅游了一次 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国家 还有我记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的导游他是土耳其人 但是呢他的前妻是德国人 所以他那种思想是比较就是倾向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啊 就是也就是挺左的一个人啊 那他跟我跟我们谈起爱尔多安他只讨厌他的不得了啊 他说要是爱尔多安今天死了我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男人了 就是能有多讨厌他啊 所以当时我就认定爱尔多安应该是挺坏的一个一个一个人吧 怎么你下面的人民这么恨你啊 但是呢经过这三年以后啊 我就有另外的想法 就是凡是白左或者偏白左的的人 特别讨厌的那种领导人呢 我们都要重新去思考他不一定是那么坏的人 就像川普啊普京啊这些人啊 所以我就觉得嗯到底是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那最好就是来问问张寻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问张寻呢 就是肯定就要绕圈子的张寻就要给我上历史课的啊 那但是如果真的想知道 那么这些历史也是少不了的啊 也很宝贵 所以就来问一下张寻 哎还有就张寻据我所知 这个啊也是从旅游的时候就听了很多啊 当然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啊 就是我记得土耳其这个国家以前是叫奥斯曼帝国是吧 而且他的历史真的是太丰富太丰富了 这个导游而且这个导游也很棒 他讲也讲得很好 但是呢真的是听了以后太乱了就就全部都搅在一起 所以还是你来理一下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土耳其的历史好吗 对这个你说这个今天土耳其以前叫奥斯曼帝国 这个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答案是yes and no yes and no 这个土耳其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谈到他的历史啊 我会经常在下接下来我会用很多yes and no 为什么他就不是个非黑气白的东西 很有意思 那另外我在谈这个历史以前啊 我先说一句话插一句 就关于这次大选 你看啊这些人就是亲西方的人呢 他都在骂说爱尔多安是独裁者 对对对 爱尔多安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如果他是独裁者 独裁者的支持率多少啊 金正恩100%101对不对 习近平99.999% 咱们算数比那个哪好 比北上也好一点 但是你看看 土耳其的法律明明规定了 如果你的得票数达不到半数 就要重选 对吧 就要补选 结果他恰恰他得票只有49% 那如果他真独裁 不要讲独裁 你不用独裁 你搞一个什么曲线 对不对 搞一个半夜停止计票 对吧 你搞一个什么 对呀 送起来 你就可以超50%了 他都没搞 那你说是 对呀 他是真正的民主 还是什么朝鲜 西朝鲜是真正的民主 还是伟大的美丽国 搞一个什么曲线 那是真正的民主 哪个是真正的民主 大家想想现在这个世界 变成什么样了 就明白了 所以我刚才就说嘛 经过这三年以来 凡是被白左痛恨的人 我们都要重新去思考嘛 要重新考 所以问你就 问你就真的问对了 所以你看 我也不下结论 但是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在这 对吧 他如果真是独裁者 为什么他得票率49% 还要重新折弄一次 对对对对 欲情故纵 对对对对 没什么回事 好 回到我们就来讲这个历史 就是你一般来说 我们都说你要想了解新天呢 你可能要一个是在时间轴上往回倒 对吧 看一个历史 或者是呢 你在这个这个什么地理轴上 往旁边两边倒啊 你会看到其他国家 对吧 那么因此呢 你会了解就温固而知心嘛 对吧 其实你看奥斯曼帝国 怎么说 那是一个太厉害的一个帝国 他有600年的历史 但是奥斯曼帝国 他的特点啊 就跟那个大清帝国 中国的最后一个这个帝王 就是帝国 就大清帝国就非常的像 首先呢 这个民族 他都是由这个草原兴起的 对吧 大清国也是嘛 对吧 他以前女真人 对吧 他是一个部落兴起的 然后呢 也都是最后占领了一个文明之地 对吧 奥斯曼帝国 他是属于叫这个托尔 就是突厥人嘛 他占领了这个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后来是伊斯兰啊 这样一个大片的土地 那么最后呢 他都成为一个多民族 多元文化的一个管理者 那我说的是从咱们大清帝国 就是从他这个清就女真人 统治者的角度看 他是多有文化 多元文化 因为他本身原来他毕竟不是中华文化 他是融入中华文化 对吧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 我们文化没变呢 我们还是单元文化 我们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 对那是对的 但我说从这个统治者的角度 那么从这个奥斯曼 他的统治者的角度 他占领了不仅是中国 他女真人占领了中国 他占领了一个儒家中华文化 那么奥斯曼帝国 他所占领的包括基督教文化 包括伊斯兰文化 还包括犹太文化 这样的一个 那到最后呢 都是面对了西方的文明以后啊 他变成落后了 溃不成军 最后不得不割地去 丧权入国 也是一样 不过呢 奥斯曼帝国 他的兴衰啊 这个历史 这个议场大戏啊 对世界的影响 那比中国可是大的 不知多少倍了 因为呢 他主要原因就是 他的地缘政治啊 还有文化信仰 他这个特点所决定 OK 哇 你这样一对比 真的没有想到 跟清朝还可以这样子对比 那今天 如果以今天这个角度来看 从我们 比如说华人的角度来看 土耳其这个国家呢 那跟中国似乎就差得远了 现在中国才是啊 超级大国 东升西降的一个啊 一个厉害国 对 而土耳其呢 哎呀 差远了 那人口才多少啊 八千四百七十八万啊 又差远了 咱们八亿都不少了 咱们的十万 对呀 对呀 虽然现在人口好像越来越少了 但受死的骆驼都比他那个马大多了啊 对呀 还有土耳其的面积也是七十八万平方公里是吧 那跟中国是差多了 只不过是比美国 你们美国的德州好像才大一点点是吧 那它基本跟德州差不多 德州六十万平方公里 那它是七十八万 德州将近七十六十九万 六十九万九 严格的讲已经是七十八万了 对不对 那个中国多少九百六十八算 它是没法比 那我这个德州跟你说 差远了 对呀 美国的德州啊 不是中国的德州 中国德州是有八千这么大 中国哪来的德州啊 德州不就是美国嘛 你知道北方人喜欢吃德州爬鸡啊 所以德州还是很有名的 山东德州 我只知道有Fried Chicken 什么中国还有德州爬鸡 对呀 那个时候以前中国人不吃啥鸡的 人家吃的都是爬鸡啊 Anyway OK 没听说过 好 还有还有我们说回土耳其啊 就是土耳其的经济 那跟中国也是差很远了 我们现在想起土耳其 尤其在经济发展上面 那都是属于第三世界吧 总之跟中国差远了啊 社会也是落后 又是信仰啊 以伊斯兰教为主 所以总之就不算是那种大国了 但是呢 越来越 这个国家越来越得到这个世界的关注 是吧 呃 是为了什么呢 是哪一方面令到他现在在国际舞台上面 越来越瞩目呢 呃 关于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局势 特别是俄乌战争发生以后的情况 他会越受到瞩目 这个事情我们下一讲 下周我们来讲 咱们就单看看这周呢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 这个咱们先这个历史 待会我会讲到啊 那么地理的角度 你看啊 看这个地图 你就知道了啊 这个土耳其他位于位于什么地方 你看看啊 他呢 这个 他是横跨欧压大陆 中间呢 有一个什么 呃 那么他就可以呢 把黑海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那么地中海呢 又通过直不罗的海峡 就跟大西洋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地中海 你再往东走呢 通过陆地呢 就以前古老的丝绸之路 所以你可以看啊 大西洋 印度洋 然后呢 黑海 地中海 他把这个 就整个世界啊 以前就是从文明地带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从海上到陆地 都在他这儿相连 他是 他是个咽喉要道 对吧 欧亚在他这里分界 左边 西边是欧洲 右边是亚洲 中间就是那个 那个地方就叫拜占庭 当然他在欧洲部分 对吧 那么 所以 你看他这个地理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他在亚洲 亚西亚 那个 就是 那个安纳托利亚半岛 在北部 那是亚西亚 地区 然后再往下 就是什么 近东 中东 什么以色列啊 阿拉伯 半岛都在那边 然后再往东 就是伊朗 所以你可以看 他的位置 非常非常重要 那就是所谓的 什么兵家必争之地 是吗 对 历史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非常 但是 你要说到历史 他的地理位置 倒真是次要 他这个 历史 真的是吓死人 他太 太有的可讲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 土耳其呢 以前叫做奥斯曼帝国 但是呢 这个历史 那就是yes了 是吗 那就是yes 那你说什么yes and no 对 我下面会谈谈 no的部分 就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 为什么他叫土耳 就是土耳其怎么来的 土耳其就是 叫turkey 那么turkey的意思就是 Turk人住的地方 Turk是什么 就是突厥人 我经常听过 突厥人这个名词 这突厥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突厥人是这样 他本身呢 就是中亚 你知道就是中亚部分 都是现在什么 你哈萨克斯坦 什么那个阿塞拜疆 什么就类似这些地方 到西边中亚就是什么 格鲁基亚 这个接近高加索地区 那么这个突厥人 就是指在中亚这个地区的 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跟现在的那种维吾尔族 是不是差不多的人种 新疆吗维吾尔了 对这个维吾尔族 他本身首先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有一年我们回北京去 然后呢 我太太呢 当时她是在这边 还读MBA很多年以前了 结果她就带了 她的一个土耳其的同学 到了北京 结果这个土耳其的同学呢 他到北京以后呢 我们就 在路边有的新疆人 就维尔族人烤羊肉串 他过去买羊肉串吃 因为这个 你想他们都喜欢吃这kebab 他们喜欢吃羊肉串 你当土耳其肯定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觉得那个东西香 他喜欢吃 结果呢 就跟那些人呢 他一看他们 就烤羊肉串人互相说话 哎这话我懂啊 就跟他们就聊上了 哦真的啊 对 连语言都还一样啊 对 维吾尔语和这个 他就本身属于突厥语 和这个土耳其语 基本差不多 互相能听懂 就跟咱们这说 说这个 这个差不多是 什么东北话 山东话什么 就就就基本就是这种差异 这个比你说 杭州话与普通话差异小得多 哦 当然了 维吾尔族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复杂 也是yes and no 就是说 他首先他肯定是讲话突厥语气 但是呢 他 他不属于比较纯重的这个突厥人 从基因研究来讲 他的突厥人的基因能占到 平均占到30%左右 当然他也是维吾尔族人里边的第一基因 就是突厥人的基因 当然里边他还有汉族的基因 有什么西藏人的基因 有蒙古人基因 还有很多这些基因 也就有东亚人基因 他也有 但是他的第一基因 就是突厥人的基因 所以你就说 他是不是突厥人的叶三道 对吧 哦 OK 好好好 我们这个话题绕太远了 我们还是回来讲 那个哎呀我不应该问你 什么图尔人 维吾尔族人 回来讲奥斯曼帝国 对 所以我看到突厥人就是 英文就是Turks 对不对 那么Turks的土地就是Turkey 所以说呢 突厥这个名字 虽然说是在奥斯曼帝国以后才起的 但是这图尔旗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 是个古老名的 叫这个地方 原来突厥人的地方就叫Turkey 那突厥人 他就是原来就是 中亚地区的游户民族 而这个草原上游户民族呢 有很多很多 他们都以什么为单位呀 以部落为单位 对不对 游户民族嘛 OK 对 这个逐水草而居 都是属于这样的 那每一个部落 他的头叫啥呀 首领 对不对 就是 哦 我还想说酋长呢 酋长也是 这都是人的翻译 Chief嘛 酋长就是Chief英文 那和首领 叫酋长也像 OK 那其中有一个首领呢 有一个部落首领就叫 奥斯曼 奥斯曼这个人呢 就是能争善战 最近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比较出名的语言 就是讲什么 叫做风优良 能打胜仗 小心小心 我们会不会被罚一千多万呢 油管也不会封我们的号吧 对 我估计这油管还不至于封我们的号吧 对吧 OK 因为这个奥斯曼这个首领是作风油量啊 能打胜仗 所以说呢 OK 他领导下这个部落就不断的壮大 不断成长壮大 OK 闹了这个1299年记录这个年份啊 1299年这老哥啊就觉得 哎呀妈呀 这咱 正大一个一个大家子了 咋还用部落这个词啊 太太土了吧 那听说啊 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 他的名字叫神罗 什么什么什么 神马什么 什么神罗 神罗呀 神罗就神圣罗马帝国呀 有歌为证嘛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什么 叫遥远的地方 他有一个国 他的名字就叫神罗 他并不神圣也不在罗马 更不是一个大帝国 改变一下 那个好像本来是什么龙的传人 被你改成神圣 罗马的传人 我确实听过什么 那个神圣罗马帝国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也不是帝国 就是指的是那个 对这个话是福尔泰说的 这朝向福尔泰法国人吧 你看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 你就看互相遭到互相讽刺 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国的一些公国 但是就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给了奥斯曼一个灵感 我这么讲了哈 就是说他觉得啊 这个你看看啊 你瞧银件啊 几个小小公国啊 那几座城堡 那就可以建什么国务院司政厅的 对不对 搞起啥帝国来 俺也要 咱 我名字叫奥斯曼 对不对 咱就搞一个帝国 叫奥斯曼帝国吧 哎 人家就成立了这个帝国了 于是呢 这个草原部落啊 是吧 就是草原上升起了红太阳啊 草原部落就正式升级为帝国了 国名 奥斯曼 对 国教定为伊斯兰 安拉挥手 我前进 俺的美名 代代传 就好比女尊族升级变成大清帝国是吧 没错 所以你就用这个比 就是这个你比较就行了 对吧 那么 你想想哈 这个咱们孔老夫子说过什么话 就名不正者言不顺 你既然这么大了 而且名字变成帝国了 那以后呢 就名正言顺了吧 所以他这个部落呀 不 这个帝国呀 他就会继续的壮大 不断的壮大 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呢 这个你想人口越来越多吗 对不对 他就是不仅有他们部落 还有别的部落的加盟的 那不仅有这个他们自己的民族 对吧 突厥民族 那还有其他民族 而且呢 这个信仰也多起来了 他是信伊斯兰的 那有些 他在征服的不断的往西走啊 征服那时候 比如亚美尼亚啊 什么那些 安纳托利亚半岛 基本当时都是这个 呃 基督徒嘛 所以说呢 他们因为他们都是讲希腊语地区 希腊语地区就是希腊政教 当时 那么 所以这里边又有什么 呃 信东正教的 还有那再往西走 还有信罗马天主教的 那当然了 还有犹太教 所以说呢 那语言也多样 所以变成这个 这个奥斯曼帝国逐步发展发展的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的这么一样一个帝国 真的一个帝国了 然后呢 那后来就是他下边的穆拉德一世 他就完成了一个彻底的整合 从他整个的行政机构啊 他的建制啊 他的管理方式啊 就是一个专门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管理多种信仰 多种宗教信仰 多种语言 多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 就等于在穆拉德一世的手里就变成了他真正的一个帝国 那这个帝国继续发展 他就继续的 你知道就是往这个往西进 因为他要往西边都是文明之地嘛 对吧 那个地方就是流奶与蜜 那个地方就是文明程度高 生活好嘛 所以呢 他们就往西边陆起不断行列 到了145000年 这大事嘛 对吧 当时的这个国王 他叫苏丹呢 叫做那个穆罕默德二世 穆罕默德二世 当时只有21岁 身先士卒 就带领士兵 直接攻陷了拜占庭 把千年帝国 东罗马帝国就给灭了 啊 所以 对那所以其实1453年如果如果人家问你说这个呃欧洲的中世纪哪年结束呢 这个official的定义官方定义就是1453年等于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欧洲近代的开启 那1517年1517年你知道了马根路德对吧 他的叫改教年也有人用1492年 但是1492年是谁哥伦布 他一直到他灭亡的影响了他一直到他灭亡了 嗯那按照你刚才说这个帝国一共有差不多600年的历史 所以他的立国是在 OK他的立国是在1299年 对对吧 然后就灭亡了呃那他到底算是在哪一年正式officially的灭亡呢 official的灭亡就是official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好记1918年啊 大陆人列流在1918对1918年啊瓦西里同志啊就是这个啊 嗯啊对所以他从1299到1918年基本就620年啊 严格的讲617年他的历史 哎很奇怪因为我们讲到奥斯曼帝国在我印象中 他是一个古老的帝国是很好像是很古代的那种感觉 其实他到一战结束的时候才正式结束才正式灭亡 他并不是那么远古哎 那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很古代啊为什么 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清朝是不是也是古老古老的朝代 呃对啊对啊也是古代啊 清朝就是什么唐宋元明清对不对 那这前面那家秦汉什么 然后所以呢基本上你会发现清代什么时候灭呃就灭掉的结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对不对 你想想嗯 清代结束1911年 那么这个奥斯曼结束1918年差不多的 实际上奥斯曼的600年横跨了中国元明清对吧 中国你想想这个元代是哪年建的成立的元代1271年对吧 那么这个到了他90年的时间吧1368年呃等于说元明代建立对吧 然后到了1644年呢呃这个崇祯歪脖子上买博书上调那个清代进官 那是等于说咱们可以从那点算有些人算的算从努尔哈士算 咱们就知道从这个清军入官开始算 那么1644年到1911年所以说呢你可以看 中国元明清三代开始于1271年结束1911年 这个奥斯曼帝国开始1299年结束1918年差不多的两国 呀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些都是古代 因为我就想到陈左仁牧师他说过历史不是按年代这样子来算的 就是说我感觉你你你你不是看年代 那要看什么呢可能是看他的文明发展那是什么 就是他古代和现代到底是怎么样来区分的 他就关键看你的历史的这个就等于说你的社会结构 社会特点 如果你想想咱们说从秦朝到清朝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呢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呢 整个社会结构啊文化信仰基本都没什么变化 那大家很容易把它归进去 那都是古代 我们一讲到从秦朝到清朝反正都是古代就对了 都是古代对 但是呢就是从清朝结束民国开始 最后到了共产党建政啊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这个就变成现代了 就变成现代了 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全世界角度讲 你你你你从奥斯曼帝国也好 你还是从中国的圆明清帝国也好 你会发现什么呢 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介入 他还一直是古代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分水岭 对分水岭就真正推动世界文明的是基督教信仰 是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可以接着说哈 这个拜登城他占领拜登城以后 这等于说是那个这个奥斯曼帝国呢 他继续的在扩张疯狂的扩张 那这个这个扩张中间呢 其中有两个苏丹 这个他两个国王是贡献非常大 一个就叫做叫做英文叫grim salem the first就是叫什么叫冷酷者 塞勒姆一世 塞勒姆一世呢 他是比较厉害 在于说他是往东 他是往基本上往南 往南扩充 他占领了 他先打那个当时的时候 你知道蒙古后蒙古时代 就蒙古当时入侵了这个中东地区啊 他们灭了阿拉巴斯王朝嘛 甚至还打败了波斯 蒙古西征的以后呢 但是蒙古在欧洲 不是到了中东以后呢 他受到了拦阻 把他打败的是一个王朝省 起源于埃及的叫马穆鲁克王朝 这马穆鲁克王朝呢 他马穆鲁克这个名字就是奴隶的意思 那他本身来讲是这个一个奴隶王朝 但是后来起来以后呢 他是等于像雇佣兵一样 所以他军事很强大 他就把蒙古打败 那基本他就当时的时候 近东地区啊 什么现在耶路撒冷啊 什么黎巴嫩啊 叙利亚啊 加上阿拉伯半岛的嘛 这些版图呢 包括南部的埃及啊 什么亚利山德拉 什么的那些地方 那都归这马穆鲁克王朝来管 那最后呢 就是等于说塞勒姆一世呢 他就打败了马穆鲁克王朝呢 他就占领了埃及近东阿拉伯这些地区 他把奥斯曼的版图扩大了70% 哇 对 所以当时的时候 到了这个塞勒姆一世 他的这个任期的 他的朝代呢 奥斯曼帝国有了3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知道我说yes and no 那个no在哪了吧 今天土耳其只有70万平方公里 当时这个塞勒姆一世中 已经达到了340万 是现在的5倍 哦 现在的5倍 所以当时他标记的是 真正的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 意思你不能把整个奥斯曼帝国 跟现在的土耳其完全等同起来 他只是占了一小部分 对真的真的说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不可同仁而语的 那但是呢 这340万你到往后再看 这340万就是什么 那广东阿港 这340万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这340万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The Magnificent 嗯 更牛 为什么呢 苏莱曼大帝呢 叫苏莱曼一世 当然后边还有啊 苏莱曼二世 苏莱曼的 那苏莱曼一世他为什么厉害啊 他把扩充了 南部都站了嘛 中东地都站了 他把扩充的脚步往东和西两边推 他往西边推呢 你知道他就攻 他就是等于说 把这个整个东欧啊 巴尔干半岛啊 匈牙利亚 保加利亚都给站了 嗯 而且他还两次试图攻打这个 多其实多次了 两次比较重大 就攻打这个维也纳 嗯 为什么呢 维也纳他属于 就他当时是 维也纳他是属于 这个到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 那他是通向欧洲 就中欧和西欧的门户 所以占领 而且维也纳这个城市非常的发达 当时是属于文化中心嘛 你想想 后来为什么维也纳 什么贝多芬 德国人都跑到维也纳发展 那是后来的事情吧 19世纪是有 就是说维也纳当时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攻打维也纳 当然他没有成功了 这个可以后边说 那这个 这就欧洲当时呢 当时后来有一个因素 让他没办法在欧洲再进行发展 待会我们后边会说 那OK 又卖官子 对卖官子 他这个欧洲呢 他受阻以后呢 他往东边走 东边是谁呀 伊朗 对吧 那当时不叫伊朗 当然当时叫波斯 波斯帝 他也是个帝国 当时叫什么 叫萨菲王朝 萨菲王朝呢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奥斯曼的对手 所以呢 他就兼必轻也自己就主动撤出啊 这个就 让他们等于说 苏兰曼就没怎么费劲 他没打就把他占领了 但是这个占领 他有那个意外收获 当时你知道 那个 阿巴斯王朝 就是 这个蒙古之前阿巴斯王朝 他的首都是哪里 就是这个古巴比伦的首都 对吧 巴格达 巴格达附近啊 那么巴格达呢 后来就变成 一直变成伊斯兰 这个整个伊斯兰 这个世界的核心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苏莱曼一世 他占领了巴格达以后 结果呢 那下面毛氏给他出主意 他就变成了什么了 他就自动就成为了哈里发了 他知道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什么 掌管这个政 就叫政教合一权利的啊 就掌管信仰和掌管政权 两权兼有的这么一个首领 就叫哈里发 对吧 因此呢 他怎么说呢 他整个就明确了 因为这个他奥斯曼帝国建国的时候 我就说他是伊斯兰教 但是呢 他现在就进一步明确 苏莱安大帝就是伊斯兰世界 整个全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大哈里发 那么这个他整个的土耳其人 就现在土耳其以前就是奥斯曼人都信什么了 就信了这个逊尼派伊斯兰教 就所以他是逊尼派伊斯兰就在这里 所以全世界啊 因为现在90%以上的这个伊斯兰 穆斯林都是逊尼派穆斯林 这个与苏莱曼大帝是不可分开的 密不可分开的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认为土耳其 顶多也就是个中等国家 刚才你给他列上这些数据了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数据呢 以为他是个小国 但是他肯定是个弱国 但你说当年就是奥斯曼帝国到了苏莱曼大帝 他最后他1566年 他是在征服那个匈牙利的战斗中呢 他就是身亡了战死了 但是就1566年的时候 你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多大 他今天呢 他当时的版图囊括今天的土耳其 今天的西亚 今天的保加尼亚 今天的罗马尼亚 今天的匈牙利 今天的马歇顿 那些那个巴尔干半岛什么 那个塞尔维亚 什么波黑这些地区 也包括了以色列 约旦 黎巴顿 叙利亚 这些中东 近东地区 当然包括了阿拉伯半岛 那个还有那个伊朗 那个中东地区 还包括了北非 什么这个埃及 这个利比亚 摩洛哥 等等这个地方 所以他整个帝国 便就达到了2000万平方公里 2000万平方公里 是个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你说今天面积最大 你知道哪个国家吧 俄罗斯 对 俄罗斯今天它是面积最大 它俄罗斯现在已经够厉害 你看这个地图 它比别的国家明显大得多 它的弧度横跨是欧亚大陆 对不对 它的最西边 你像加里云格勒 它的时区已经是跟德国 跟那个波兰都是一个时区 完全的欧洲大陆时区了 但是它的东面 就是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 或我们叫海参崴 海参崴 它比北京还靠东两个时区 比东京还靠东一个时区 就这么一个大国 你知道它今天面积多少 它是1700万平方公里 那就是它比2000万平方公里 它还少300万平方 它比当年奥斯曼帝国 当年没有什么现代化通讯工具 这个什么叫通讯基本靠好 交通基本靠走 就是这么一个治安基本靠狗 这么一个时代 这么一个时代 它当时它能够占领2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今天俄罗斯只有1700万 而今天排在第二名加拿大 加拿大大概是1000万平方公里 多一点 美国和中国就是第三大第四大 当然中国说中国面积三大 美国说美国面积三大 包括什么有些争议的土地 领土啊 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900多万平方公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奥斯曼帝国有多大 你知道中国吹中国唐朝版图有多大 当时说我们当时在西伯列地亚地区都归 我们中国所有 包括当时叫被称为北海的苏武 苏武牧阳那个贝加尔湖 但实际上中国拥有贝加尔湖地带 只有唐太宗末年 唐高宗初年只有三年的时间 哇中国就三年 对中国吹了1000年 到现在还要额额额额反呢 真的啊 对啊 哇那你按照你的这个计算 按照你的这个思路 哇那土耳其人现在那也很自豪啊 如果那个三年可以吹1000年 那你他 他那个600年那到现在是可以吹牛的本钱 那是不得了啊 因为几乎好像半个地球都是他们老祖宗的土地 所以他们咱家以前多扩啊 那那真的是很自豪 起码有那个历史的自豪感呢 对 那个是不是 那个奥斯曼帝国 它是不是历史中版图最大的帝国呢 还有没有比它更牛的帝国 这可怎么算了 如果你当时呢 如果后来比如说西班牙西班牙帝国 它当时不就殖民地吗 殖民地大家号称日布洛帝国 日布洛帝国它当时的帝国面积 相当于全球25%那就更厉害了 但是那是因为它有大汉 实在有殖民地啊 它这个奥斯曼当时叫帝国 它不是殖民地的概念 那它真的是 对对对 这个这是个帝国 所以你想想中国三年占领了贝加尔湖 中国吹了1000年 按这个比例 奥斯曼帝国的600年 它应该吹12万年 是吧 anyway 所以呢当时你知道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个说法嘛 说苏莱曼大帝啊 在这个波斯普鲁斯海峡西边的欧洲大陆 吃午餐睡午觉 完了以后呢乘船 过波斯普鲁斯海峡 到亚洲地方呢去逛花园去 就说的当时 哦呀呀呀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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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 也是有过这样子的一日游 对特别安排 就是我们我们我们坐船 沿着苏莱曼的道路 对对对 我们是沿着保罗传福音的脚步 但是呢当然也顺便啊 顺便要做一下这个一日游嘛 那我就记得我们是 也是很 很跨这个两大陆啊 所以你看我当个游客都已经觉得 哇感覺很好啊 在欧洲上船 然后去亚洲游一圈 然后又再回到欧洲 那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苏莱曼大帝 那他是多么的自豪 等于欧亚两大陆都在我的脚下 都在我的掌控底下 真的是很牛 他真的是一个大帝 这么说来 那跟现在的那个一尊大帝差远了 对啊 还欧亚飞呢 只是他腿没那么长 不能同时踩到我飞中上去 没有三条腿 没有三条腿 总之嘛 你想想 这个游牧民族 就这么一个草原 他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飞 控制两大洋 还有这个两重要的两大海 黑海和地中海 这样的一个咽喉的 这样一个大的帝国 而且你知道 他真正牛的还不在这里 我刚才只是谈了他的地理 只是谈了他的政治 对吧 还没谈了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你知道吗 当时基督教文明 到现在基督教文明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宗教 对不对 那第一大宗教 他有三个中心 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他其中两个 不要忘记 奥斯曼帝国可是伊斯兰 就是以伊斯兰教立国的 他是伊斯兰立国的 他占领了基督教文明 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文明三个中心之二 你看 哪里两个 你看首先三大中心 第一个中心 耶路撒冷 对不对 那是耶稣传教的地方 是第一中心 第二中心是哪 那就是欧洲兴起基督教文明以后 就是罗马 那第三个中心呢 就是军事坦丁堡 就是后来的拜占庭 对吧 那耶路撒冷也好 拜占庭也好 这三个中心 耶路撒冷拜占庭 全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 所以他占了 这个基督教信仰中心的三个中间的二 其实耶路撒冷 他是三大宗教的中心 无论是伊斯兰教 还是基督教 还是犹太教 都是认为他那个是中心 所以这个事情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神迹 这个否则不可能出现 这个神一定是上帝允许他发生的 当然上帝的意味 意图是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也可以分析 也可以猜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了 但是当时呢 有一个事实 就谈到信仰 就是奥斯曼帝国强盛伴随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其实当时对东正教 对基督教信仰非常宽容 对教徒是尽力的安抚善待 所以呢 是吗 对对对对 穆罕默二世 我刚才说了 他是一个这个 他是很残暴的 但是呢 他对这个基督徒非常好 当时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 他尽量整个 如果从整个奥斯曼帝国来看 因为他毕竟他原来他在东罗马帝国之外 他还占领了大片图有大量的这个穆斯林 即使那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奥斯曼帝国中间 基督徒人口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一 而且在他的行政中心呢 就是那个伊斯坦布尔 就是军事坦经宝 他的周边 那他多数都是基督徒吗 都是东正教徒 所以当时教堂保留 这个牧手 牧手什么 这个牧师 他都保留 当然他当时的一个大牧手 拒绝跟他合作 就不当牧手 不干 最后他自己任命一个牧手 但他对另外那个人也没怎么着 然后呢 你基督徒保留你的信仰方式 保留你的生活方式 他全部都保留 唯一要求你交税就行 所以你看他当时强盛 他当时做的事也很宽容 就是他对基督教也很宽容 但是当然他他还是希望你信这个伊斯兰教 所以他他也给你给基督徒穿小鞋 比如说 如果因为他当时一直跟欧洲征战 他抓住基督徒 那怎么办呢 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改信伊斯兰教 改信伊斯兰教以后怎么 你就跟我们都是兄弟了 那么既往不咎 那么你呢 上的税收给你减万 你可以拥有土地 你还可以在军队中 或者在地方这个政府中晋升 但如果说你要不信 你还坚持信一个基督教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做伊斯兰教 就是他们的士兵 因为当时他们士兵容易很高的 就叫什么土耳其新卫军 非常有名的 他你只能做这个士兵的奴隶 他可以随便买卖你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顶不住压力 很多基督徒就逐渐逐渐越来越多人 就开始信伊斯兰教 就变成了 所以他的这个国家 这个穆斯林的人口的比例 持续增加 那随着穆斯林的人口比 持续增加 这个国家管理越来越僵化 这个国家越来越衰败 你知道到了今天 土耳其的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 我知道很高 百分九十八 百分之 哦哦 基督徒要多少吗 基督徒 基督徒不到百分之一 只有百分之零点四 哦哇哇哇 对 这个当然我去土耳其的时候 也知道了 但是没有这个 没有记得那么准确 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 现在的欧洲 也是很快速的在伊斯兰化 就是说基督教人口 越来越萎缩 然后伊斯兰教的人口 就越来越膨胀 你看英国 法国 这些曾经的基督教国家 现在满街都是 那个伊斯兰教 跪的满满的 跪在路上 就是来敬拜他们的安拉 所以哇 这个伊斯兰教是很有扩张性的 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而且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子 我看欧洲现在的走势 真的是很堪忧啊 对你知道 欧洲现在正在重演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当时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 那种东罗马的国教 就是东正教 它占领了以后 逐步逐步伊斯兰化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还也是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 就去看那个苏菲亚教堂 然后听它的历史 这家苏菲亚教堂是建得非常伟大 美轮美奂的一间教堂 它曾经是那个拜占庭的基督教教堂 但是后来呢 整个教堂就被改装改建成伊斯兰教的教堂 这里我插一点 所以这个 它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索菲亚大教堂呢 它其实这不是第一个 最早的是建的是那个谁 建军事坦经建的 那皇帝建东罗马皇帝 后来被大火烧毁了 这个是在公元差不多六世纪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个东罗马有个非常有名的皇帝 叫查士丁尼 查士丁尼呢 当时它那个时候 它是建功毕业 非常卓著 让基督教是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信仰 空前的繁荣 所以它当时自闭所罗门呢 它就重建索菲亚大教堂 建得非常漂亮 55米高 它说 它就说 我是在重建圣殿 这个我给你说一下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索菲亚大教堂 现在是个博物馆 这个索菲亚大教堂 后来又变成穆斯林 这个什么 那个清真寺 后来变成博物馆 现在据说 埃尔多安又想把他变回成清真寺剑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大教堂 就是真的象征着东正教信仰 也象征着拜占庭的历史 也订成华物馆 也订成华物馆 也订成华物馆